老板电器官宣了,新代言人是王一波 在几段时间内,该消息迅速登上微博热搜 并且在抖音等社交平台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共振 一直以来,除电行业由于本身经营的是耐销品 因此在代言人的选择上始终持谨慎且保守的态度 与品牌形象相符,做品牌的女人几乎是唯一标准 但这次,老板电器突破常规,与年轻艺人王一波合作 向整个行业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呢? 不破不虑,破圈背后是锄电新时期的全新打法 锄电行业是伴随我国房地产红利发展起来的 但是这一轮增长几乎已经到达了尾山 根据奥卫云网数据显示 我国锄电市场规模增速再自2018年后 93年处于负增长,整体市场规模也是一降再降 锄电已经进入存量市场 在锄电行业发展的全新时期 大部分打挂了顺奔局的锄电企业 却依旧在沿用增量红利时期的经验 被靠弊端流量,维护好渠道关系,依靠弊端的操作 从而抢夺销量 但环境已经变了,单纯以渠道为王的理念已经过时 当下移动互联网顺行,所谓的购买渠道 已经从简单的线下门店和线上商城 几乎拓展到每一个角落 抖音,小红书,知乎等平台中产品单凡露出 每一个细节都在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同时受众也生了变化 存量房增购或只换购的需求变大 这部分非装修不会主动寻求信息 而是在被动的接触中被唤醒了需求 一方面,这意味着渠道碎变化,流量匮乏 除电行业传统的获客方式已经失效 获客产本和获客难度指数及增长 但从另一方面 这也意味着大众接触信息的路径更多 信息的流动度变得更高 因此,对于营销而言 缺乏的可能只是一个有效的触点 王一博作为年轻艺人的杰出代表 拥有着巨大的粉丝体量 粉丝们会自觉关注并发酵王一博的意气移动 在各个社交平台上进行广泛的传播 甚至是爱自创作 因而与王一博合作 老板电器在全平台的品牌曝光度和泛讨论度 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从而让老板电器能够走出家装圈和主电圈 触达更多人情,实现人情破圈 同时,这种热度对比品牌自身的影响力 会更加持久 足以让品牌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优势 即使是潜在消费者 事后有购买需求时 也能在第一时间就想到老板电器 让人情破圈具有长期效果 特别注意的是 老板电器本次专门推出了王一博同款洗碗机 传达宠爱 从双手开始的洗碗机理念 将会进一步加深老板电器与洗碗机品类的深度绑定 美国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曾经说过 如果人们看到一个有名的脸 客户会很快认识这个产品可预见的是 今后提及老板电器 除了烟造也会有更多的人想起洗碗机 实现品牌的破圈 毫无疑问 出电品牌和流量明星的组合 完全是对当下行业营销模式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老板电器的这一次尝试 对于全行业乃至全部耐销品类 都具有强烈的示范和标杆作用 扭转刻板印象 让消费者主动了解和接纳洗碗机产品 当然 对于品牌本身的助力只是一部分 老板电器真正的野心在于打造第二增长曲线洗碗机品类 目前洗碗机市场的现状并不如乐观 国内洗碗机市场经过数年发展 我国居民洗碗机保有量仅为3% 对比欧美的每百户70台 洗碗机起色顺规 造成洗碗机品类难以起步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需求错位 在地产业蓬勃向上的时候 厨房的配套思维中只有烟机和造具 洗碗机在新装市场中被长期忽视 而现在地产开始下行 部分已经装修的消费者对于洗碗机需求却开始结信 但又受阻于厨房给造的规划难度和成本未知 老板电器对此推出了无忧出改 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厨房里增购洗碗机 有需求就可以实现 避免就厨房的新需求被安装问题所掣肘 另一方面则是认知局限 迄今为止 消费者因为对洗碗机的了解有限 洗不干净 废水废电 资深迄今等依旧在消费者的潜意识里 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一开始就对洗碗机进而远之 实际上 作为洗碗机本土化落地的先行者 老板电器针对中国厨房 坚持自主研发 已经将洗碗机的痛点一一击破 针对洗净问题 老板电器为洗碗机产品配置专利三叉金喷洗锅技术 巨大水流宛若金喷 强有力的水柱对餐具进行360度深度洗涤 轻松冲刷隔夜油雾还有洗锅专区 针对节能问题 老板电器多年来不断优化产品 在实现比手洗更洁水的基础上 多次升级 拓射智能着毒传感 识别油雾后自动匹配最佳洗涤方案 针对消毒除菌等问题 老板电器研制出光焰科技平台 光焰超热力灭活技术 实现105摄氏度超高温 除菌并烘干 病毒去除率99.9999 光焰超热力灭活技术 则可以做到每隔1.5小时 进行热分价UV紫外除菌换气 长时间储存 无菌无病毒更没有异味 但是要完全将这些信息 传递给消费者却并不简单 此次老板电器与王一博携手 粉丝与洗碗机的年轻受众画像相重合 保证了承接的流量会有部分转化成销量 据了解 在老板电器官宣王一博为品牌代言人当天 老板洗碗机单日电商销量就突破了纪录 静电流量同比增长两倍 成交量同比增长四倍 电商全品类总销售增长两倍 天猫洗碗机预售榜 新品种老板排名Top1 更重要的是在广泛的传播之下 更有利于破除洗碗机谣言 让更多的消费者关注和接纳洗碗机品类 让洗碗机品类拥有充足的流量池 真正正正成为可以期待的新品类 为已经装修的用户提供解决方案 为潜在用户加深洗碗机的概念 这不仅是在推广老板电器的洗碗机产品 更是兑现有洗碗机市场的一次无限扩容 寻求新的市场或新的用户 真正将全行业洗碗机市场的蛋糕做大 写在最后在地产行业失事的当下 除电行业需要一股新的拉力 但缺少一个简单高效的接入点 除电企业急需一个强势品类 却缺少与用户直面的机会 老板电器和王一波作为除电圈笔流 和当前年轻艺人杰出代表 打破各自圈层 构建全新交集 王一波作为顶尖青年偶像和演员 有质感有实际 与老板电器锐移金曲 积极用攀刃传定社会价值的形象不谋而合 同时从耐销到快销 这种用户思维的转变 也有助于老板电器突破原油厨房 装修等部有圈层束布 赢得更多关注 更多喜爱和更多销量 进一步挖掘存量市场 扩大新品类受众 潜移默化地进入每一位消费者的日常 对于整个行业来说 这是除电市场新时期一次了不起的尝试 是在打破行业固有营销思维 也在是在为全行业的新品类洗碗机 破除刻板印象 争取更大的市场 是举火把的引路人 对于老板电器来说 这不仅是大胆的 是企业的自我变革 更是作为行业领头者 对市场前瞻性预判下的一次果断实践 是无数次敢为人先中的一次 是老板电器 抢单厨电市场新时期的一小步 也迈出了全出电行业新阶段的第一步